刚刚上阶段的暑房姐 感谢她教大家怎么去认清楚 那个假单 你看挂那个单量 还会骗你的假的 开盘跟收盘前 所以那个量 人家说量太重要 暑房姐来请上来 现在呢 之间的行情 异动速度如此之快 帮我抓一下 价量配合健康才叫做好 如果价量配合不健康 当然就容易下来 对不对 没有错 什么叫价量配合 大家先了解逻辑 就涨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带量 出量 或是突破的时候要出量 下跌的时候要量缩 然后大量区间要有手 这个叫价量式的配合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 价涨的时候 为什么要出量 10块 20块 30块 我愿意我愿意 大家把它追买上去 有信心的代表 下跌的时候 为什么量要缩 你卖 哎呀不要卖 这公司很好卖什么卖 习售舍不得卖 所以价跌量要缩 对未来这是好的 对 所以在最近里面 我们可以发觉到 在这种过程中 有一些跟车用电子的IC设计 个股里面 它把部分 在航运个股的资金 吸过来了 你看今天刚刚瑞涵一谈到IC设计 那什么车用的部分 它在今年里面来讲话 就可以用到车用 那是不是又是车用 又是IC设计 今天很强 那主要的原因是 两个利多同时公布 六月份的营收双成长 五月份一个月就赚一块钱 一个月哦 那所以投信一直买嘛 仿仁通说是投信的买超 好 那我们看1795的美食 它是学民药的公司 第一季就赚一块八毛五 做什么 做戒毒药 那今年的第四季 会出血癌药 这是学民药 那什么是学民药 之前瑞涵你教过大家 就你的专业钱过去了 我改一点配方 那我可以来卖 这个叫做学民药 我拿人家那个专利过期的 但是我可以去生产药 卖给大家 算不多 但是量级是大的 这家公司 第一季就赚一块八毛五 算赚蛮多的 那中美金的部分 其实最近中美金 他们整个集团的投资的 个股都很强 环球金创历史高 对不对 蓬城最近飙了一倍 宏杰科今天也大涨 那就这个集团上面 是属于第三代半导体 自己留意的 那ABF因为紧缩大涨之后 今天里面载版 就ABF载版的部分 新兴出来去做比较 那你来看 这边有没有共同一个特色 法人都在买 而且内资是非常非常的 一个支持的 跟您报告 这几檔标的是 嫁涨 由业基座之称 法人买 量是真的哦 从接下光开始 我们来看353年 它是不是在这边盘整 盘整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你没有发觉到 盘整都没有卖压 对对对耶 对不对 都没有卖压 而且呢 它都守住这个缺口 结果一涨的时候 有没有量 有 一涨就出量 嫁量配合 嫁涨量真 昨天拉回量是不是又缩掉 这一涨又出量 这个就是价量式的一个配合 根本没涨的股票 均线纠结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日线 再换回到日线 这边是不是涨有量 跌没有量 这就是涨有量 跌没有量 均线纠结开口向上 这边是不是也一样 涨有量 跌呢 没量 对这就是价量式的配合 中美金 我们看5483的中美金 红的嘛 红的就是涨嘛 看是不是就是有量 跌的时候 就是灰的就是量缩 这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涨有量 跌比较 那其实他们这个集团 都可以注意 我只是比较举例 还没有创新高的 不要涨太多的股票 星星 我们来看3037的星星 你看在最近里面 涨有没有量 有 这边是不是下跌 对 没有量 但重点是在这一根 你来看这一根 它的大量区间的下缘 最大量完全都没有跌破过 你看这配合的真好 这个下跌量缩 上涨出量 现在在操作股票上 你要多注意一下 加量变化 才能够保护自己 不要加量背离的 超级的是筹码 加量配合好的 加量配合不好的 对 我们来看 其实在最近里面 转量比较严重的 就是航运个股的万行 那我们来看看 2615的万海 它的大量区间317.5 它跌破之后呢 它最近的走势 连三跌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现在里面来讲话 大家讲后疫情时代 以前才配同卖得很好 大家都愿意买 对不对 大家就怕未来的营收 随着解风会不会下降 我就可能怕这个 那它的五月单月份 零点三四一个月 五月只有零点三四 下的股价一百多块 你觉得贵不贵 涨得太高了 就是太贵 大量区间下缘139.5 已经去做跌破 你看它的下跌 应该量缩 它竟然下跌出量的 法人站在卖方多数 来开始看这两档万海 2615的万海 最大量是出现在这一天 是不是连续性的下跌 然后呢量有缩掉吗 没有你看量约略是增加的 没有看到 而且还比这边来得多 我再给大家看这两天 这两根 其实这两根 它就伴随着黑的时候 都是有量 也就是说到某一个价格之上 有特定人在卖股票 特定人在卖股票 希望您听懂 再配通 我们来看 其实财配通这档个股 法人还在买 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最大量在这里 可是黑的时候也是大量 也就是说 它是特定在某个价格之上 你只要到这个价格 我就卖 到这个价格我就卖 它并不是向下压的一个方式 那你看连续性的一个下跌 量也没缩掉 有没有都是这么的大量 所以像这种个股 上面的价量配合是比较不好 而且高档已经有套牢量 你看跌的量是这样 之前的量缩是涨这样 所以下跌量增不太有 感谢初方姐非常谢谢您 现在的盘面 资金串动的速度 颇快的 价涨要大量增 下跌要大量缩 如果您的股票不是这样的话 涨没量 下跌出量 那是筹码不稳 请小心 接下来请高兴 我就很开心这个了 所以请上来 中华新济所公布了一份 台湾五千大企业的经营 绩效排行榜 麻烦先看红色 给您解读一下 关号是2019的排名 没想到2019的排名 在2020的去年 跳升到前几名 爬得好厉害 爬得好快的 一 被动元件 二 电脑及其周边设备 三 电脑组件作业 这些相关电脑组件业 你看去2019 明次都往后面 爬到这么高 前十名依据是 半导体 基底电路 水泥及其制品 还有被动元件 米麦粉 这食品 还有电脑周边 飼料 电脑组件 证券业 证券业 原大金控 还在纳斯达克敲钟 真台湾骄傲 卢炳业 来解读一下 从产业别的进步 看出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对 我们第一个看红色的部分 刚刚自搞 包含是被动元件 从47跑到第四名 它整体上营收 年增43%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电脑已经好几年都很平淡 因为最近的远距教学 还有远距办公 这个成长也9% 所以这你看到三个红色的 大概都是它的营收年增率 非常亮丽 营收年增率 昨天的金融有交 营收成长如果毛利率又高 获利会大幅要升 对 所以来看现在2021展望 好 那这里面最重要是依据八个重要的财务指标 比方我刚刚提到 营收的年增率 税后净利的成长率 这就是获利 没错 再来是资产报酬率 大家都讲EPS 比较少讲到资产报酬率 其实外资也会看这个数字 什么叫资产报酬率 就你的获利除上你的资产 那它叫做资产报酬率 那代表怎么样 你资均的运用是不是很有效率 那不就跟EPS有点像 有点像 就我的获利数字 除以我该公司的总资产 这样来看 如果是高的话 代表我公司小小的 可是我互利空间很大 这个是股本 我们说EPS除以股本 但是这个是除以资产 因为事实上股本有包含资产 对 加上负债 是 所以这个里面 纯粹除以资产 对 纯粹除以资产 代表你的一个 我们讲说资产的运用 有没有效率 也就是你资产怎么大 贡献你的获利比重到底有多少 对 好 聊 好 那你说这个中华征信是 是征信所是何等人物 他深耕台湾60年 全球有30个国家 他都有在做一个调查 那全台有115万间的 企业的资讯 所以代表说中华征信所 他这个出来的资料 是相当具有代表性 显现的中华征信所的调查 是全球性的 而且面向广度都够 对 那未来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 产业有三大趋势 大值的留意 这个最重要 第一个电子产业在10家里面 在去年占了5家 所以电子产业绝对是台湾的命脉 从这里面 电子产业的命脉之外 半导体又是获利的命脉 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因为半导体回到刚刚引言图 半导体在2019是第二名 2020的去年跳到第一名 2021今年应该还是第一名吧 对 因为半导体其名 里面有一个护国神山 叫台积电 那台积电它整体的获利 占整个半导体的获利 有高达77% 太高了 对 所以只要台积电成长 半导体产业应该持续夯 再来被动元件加电脑周边产业 近两年翻红 刚刚已经跟大家讲 因为营收年增率 还有产业的变化 让这两个产业很夯 而且跟您报告 笔电电脑车子等等 都会用到被动元件 所以远距教学 疫情冲击之下 这个卖得热得不得了 我说是全世界 第二个 好 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不清楚了 水泥 因为过去受惠大陆的基础建设 它叫做台湾的隐形冠军 因为连续两年 在前十大 而且2019年 它排名竟然是第一名 大家都没有发现 难怪台泥的股东会 大家这么有兴趣 是的 而且你如果过去看他们的股价 其实水泥股 在长线来讲 事实上缓不往上电高 插播一下1101好不好 我们时间拉长 你看台泥的月开 就像圣洁说的 从2016到2021的今年上升轨道 亚尼更猛了 亚尼的走势更强势 对不对 台湾的隐形冠军 盛杰说的 再来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说 这个报告里面 还有注意小而美的公司 包含是一些食品跟证券 内需产业的崛起 我觉得在2021要特别注意 因为排名都已经出来了 是 代表该公司的绩效业绩赚很大 所以第二页就来看了 抓趋势抓商机呢 好 半导体里面最重要就是台积电 那今年的EPS大概23块 本益比算有点高 但是你放未来几年 看起来是OK的 那下半年业绩的期待 主要是Intel 苹果加超微 这三个大咖 同步下 三奈米的一个技术 所以可想得到 2022年整个台积电的营收 还会持续的成长 三奈米台积电市场顺利的话 就要量产了 对 这个都是下三奈米的大客户订单的 没错 那再来他的伙伴叫创意的部分 今年预估EPS大概7块钱 6月营收双十也相当不容易 他这里提到下半年营收占60% 代表说什么 6、7、8之后营收会开始往上走 那EPS也会跟着往上走 什么叫6月营收双十啊 就是月增10%以上 年增也10%以上 这叫双十 好 被动元件 好 被动元件 其实奇力薪最近很夯啊 因为被并购 今年估起来还有7块钱 他主要是在电感的部分 通讯用再加大中华的市场 其实国具为什么要并奇力薪 因为电感的部分啊 他主要用在什么 在车用的范围蛮广的 那可能这个陈董事长觉得说 这一块是要补足整个国具 比较缺少的一块 但是如果日后他要下市嘛 因为他是消灭公司 做他应该做短就好了吧 应该是 如果说下市他直接换股比例 直接换成国具的股票给你 所以留着等他换成国具股票 对 没错 好 信仓电 这个是也是被动元件的部分 那他的EPS今年估大概5块钱 5G的激励台 今年啊 大概他们老懂说 会大增2到3倍 那我们都知道 信仓电他是陶瓷粉末 还有这个LTCC都有 所以这一块看起来也算是不错 最后刚刚提到的 台泥跟亚泥 你看一下EPS4.3跟5块 他的股价好像差不多 那你用本益比来看 是里面本益比最低的 那台泥第一季的EPS已经出来了 0.57 他除了水泥之外 还经营新能源的部分 亚泥第一季EPS你看1.02 7月中有一件事情 水泥的价格可能涨5到7个不剩 而且呢美国中国全世界都在做基建 怎么可能会不用水泥呢 对 因此我们从2330来看起了 好台积电的部分 现在就在均线纠结区的部分 那现在做一个量说 重点下礼拜四法说是重头戏 法说会完到底往上走 往下走大概就是台股的风向球 均线揪麻花粉丝的提问 终有一天我会做的哦 你看基建就麻花一根红K棒 如果可以的话就往上突围了 没错 好 再来 好 创意这里已经有一根红K 在打信号弹了 因为它这里有一点形态 做一个突破的感觉 那出量最近这几天做一个压回 只要红K的一半还没破 大概还是偏多格局 齐立新 好 齐立新看起来就是 最近因为随着国具的并购 让它股价价量齐扬 那这是标准的价涨量增 短线还是一个强势的走势 价量配合 新商店 好 新商店也因为国具集团 它开始这个华兴集团 立华集团 它也是开始做一个 今天充量的感觉 那如果它在这里 能够继续补量的话 才有机会过这个盘头区的部分 跟您报告 人家说量先价值 这个量已经比这个量来的大了 所以77.8 应该日后有机会越过了 我觉得要连续出量 像这个瑞兰讲 连续出量就会有机会 1101 好 谈泥的部分是 你看很可怜 都没有涨到 现在刚好均线纠结 来到季线的位置 这边假设能够出量 肋骨轮动的话 其实水泥是有机会 做一个补涨的 至少人家也赚半个股本以上了 对啊 亚泥呢 亚泥今天有点出量了 它领先表态均线纠结 微微的突破 而且连续两天的出量 那看起来 刚好三角形收敛整理 结束的感觉 而且有一点点底型的味道了 好 盛吉谢谢您了 我就知道 从中华真信所这一份的 企业绩效报告书 可以读出了 未来的展望 产业的发展 跟商机所在 说实在的 有些时候我们看新闻 可以抓未来 但我今天看国际 这两个新闻 却不太懂 为什么有人要反对 为什么你要闹 分裂呢 油价 还有全世界 现在130个国家 都签了最低企业税 这个对我们的企业 所带来影响呢 马上回来 启展说